当拜登宣布 他不要从俄罗斯进口任何天然气的时刻 我刚刚告诉大家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 他根本不需要从俄罗斯进口任何天然气 他可以出口 所以真正制裁的对象除了俄罗斯之外 还包括了欧洲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3月份美国的异化天然气叫LNG 出口环比增加16% 其中主要的就是对欧洲最大宗 而德国的总理肖子说 德国将在今年除了煤炭之外 将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德国副总理表示 对俄罗斯的能源禁运 恐怕将结束德国的经济成长 德国目前有16.1% 主要是在德东地区的人 将近1340万人 他们的生活已经在贫穷限以下 当对俄罗斯的所有的制裁 开始一个一个出路的时刻 尤其是能源的部分 那使得电费大幅的增长 将加剧他们的贫困 而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 在全球到处现在找替代方案 除了从美国进口 一化天然气 也从卡达进口 而且不得不烧更多的煤 德国的德东地区 其实是产赫煤的 他们的煤炭发电占29% 德国完全是因为 对气候正义的承诺 否则德国直接就生产更多的煤 然后烧更多的煤 但是德国希望有空气清洁 而且对于气候整个所有的正义 交给下一代一个可居住地球 有强烈的国家目标 在这个情况里头 整个德国陷入了非常大的一个长期 对世界全球下一代的承诺 跟短时间如何面对俄乌战争之间 很大的一个痛苦 目前德国的通货膨胀率 已经迫使61% 德国人准备节衣缩食 而且通货膨胀很严重 德国三月份的天然气价格 同比增长了256.5% 电费同比增长了155.3% 我刚刚特别提到 德国智库将今年 德国的经济增速预期 大幅调到 从原来的5% 只剩下1.8% 而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样的一个结果发展 当然会带着一个 整个欧洲的经济核心 德国往下滑 那么整个欧洲的经济 通通都会下滑 而这一次呢 欧盟第五轮的主要的制裁 是禁止煤炭 而禁止煤炭之后 如何寻找其他国家的煤炭 在答案里头 印尼已经蛮宅了 澳洲它的生产也到了极限 所以煤炭将来也都会涨价 而美国现在也不太可能 因为污染的问题 不太可能扩大煤炭的产能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呢 整个欧洲的电力危机 恐怕会持续到 不是只有今年 2023到2024年左右 制裁俄罗斯 美国有基于自身利益 忌惮之处 欧洲何尝没有 即便舞台上喊得如此 义愤填膺 这些制裁不会是我们最后制裁 欧盟一度晚距跟进美国 乌克兰爆发布查证杀户事件后 终究自身高度仰赖的俄罗斯能源 颁布禁令 开出第一枪 表示将全面禁运俄罗斯进口煤炭 借此截断克里姆林宫 每年向欧洲出口煤炭入带的40亿欧元 阻止普丁继续取得战争资金 在路透社取得相关文件 挖出欧盟禁运令领的折中妥协 煤炭禁运将延迟实施一个月 俄罗斯依然可就既有合约 向欧盟出口煤炭 直到八月中旬为止 但依然不见 对俄罗斯石油及天然气窥借 卡在欧盟眼前的制裁困境 是德国难以一系阶段的能源沉溺 正是萧资政府极力反对 让欧盟放弃了本属意的 三个月准备期 选择对德国让步多给一个月时间缓冲 毕竟俄罗斯能源早已根深蒂固 融入德国经济与生活 因为即便俄罗斯煤炭 相较替德国供暖发电的天然气和石油 在三种能源中最容易取代 在前总理梅克尔大力推动飞煤 2018年关闭国内末代矿场之后 德国依然需要自俄罗斯大量进口 才有办法满足国内半数煤炭需求 我认为现在这样的英国尔大力推动 还有德国尔大力推动 如今德國政府亦改過去姿態 選擇與歐洲制裁相隨 國內產業反彈聲浪不小 憂心國內若無穩定能源供給 天然氣石油還是煤炭都缺一不可 尤其進口天然氣若嚴重匱乏 德國從化學采礦到製造業工會 都警告會導致產業爆發大量失業 縱使德國國家科學院研究報告指出 短期禁止俄國輸送天然氣後果可控 德國能源部長也已前往卡達 和美國尋求長期合作 但德國化工業龍頭巴斯夫集團 執行長伯穆勒近日接受專訪 高分被批判柏林政府 是大環不負責任的實驗遊戲 直呼大國尋找攻擊穩定的替代能源 怎麼可能幾周舊城市 而是需要四到五年才有機會塵埃落定 德國對俄羅斯能源常年過度依賴 在總統大選逼近熱鬧滾滾的法國 成了右翼後選人 炒作反歐盟的最佳喜愛 如果我曾經在五五年才有機會 我們不會有機會 我們會不會有機會 彻底告别俄罗斯能源 显得毫无忌惮 无所畏惧 然而国会两党的众志成城 根本不具政治影响力 而是图具表面形式的自我陶醉 美国虽通过三大俄罗斯能源禁运令 但无论天然气石油还是煤炭 三者自俄罗斯进口比例极低 更黄认美国还是煤炭进出口国 代表外销大以内需 纵使部分仍需进口 俄罗斯煤炭占据比例仅更位数5% 份额如此杯水车薪 根本无足 贺足普丁 但国际能源价格 伴随恶物战事未了 续在高点徘徊 一场美国自顾自作秀的能源大战 不过是让老百姓继续苦哈哈过日 六大石油拒破执行长 近日受邀坐上美国国会听证席 由民主党开口要求增产压低油价 六大跨国企业一致回答 商品价格向来由市场机制决定 石油公司无权智慧 甚至表示优先考虑向股东发放鼓励 占不考虑投资相关设备 利会来增产 Chal does not set or control the price of crude oil We do not control the market price of crude oil No single company sets the price of oil or gasoline At a time of record profits Big Oil is refusing to increase production to provide the American people some much needed relief at the gas pump Yes or no? Do higher oil prices mean higher dividends 能源一战俄罗斯看似遭西方夹击 宏博社报导 这个远东能源大国如常维持能源交易 由于提出让亚洲最大买家中国 以人民币支付购买石油及煤炭 四月将运抵中国的俄罗斯煤炭 将是欧美二月启动制裁以来 俄罗斯第一次绕过西方围堵 成功以人民币进行的大众商品交易 且当西方努力寻找替代能源同时 俄罗斯已有了自动递捕上的能源买加印度 莫迪政府大量买入普低以折扣出售的 俄罗斯原油以求缓解国内通膨 印度外长面对西方斥责 买油是助纣为虐 以事实不留情面反驳 印度很重要 Riskatoμours 万个国家的会议 关系 那些事情 肯定是有些国家 国家这 confined 国家就不 μποSH 不想明 百岁水 這期話也正是歐洲在制裁上 難以揮灑的能源困局 無不呼應了紐實的評論文章 以德國為首的歐洲 無法隨便拔除俄羅斯 輸送人員的插頭 至少目前他就是需要俄羅斯